陳欣偉教官呢 他其實在大家大大小小的搜救案件 都可能看到他的身影 包含其實在1995年的時候 他其實才成立了這個 他自己叫做培訓教官 然後他到2014年的時候 他就有現身在高雄氣爆 再來就是2015年的時候 他自己又成立了遊俠搜救隊 這個搜救隊除了包含了他自己要搜救之外 他還有訓練這個搜救權 所以其實在先前 包含像是這個有一隻狗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照片上面他 這個陳欣偉教官旁邊這個林志玲 有沒有看到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認識 這位林志玲的搜救犬 其實可能大家有印象的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華山分屍案件 當時因為這個家屬 找了他女兒就是死者 好幾天都沒有找到 所以他們就委託了這個陳欣偉教官 麻煩他帶著這個搜救犬到現場 去聞聞看說 會不會有留下任何的蛛絲馬跡 所以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當時其實這個林志玲 他跟著這個教官進去的時候 他的確是在那個小木屋當中 有聞到一些包含這個死者的 這個有些氣味 所以他在那個房間裡頭 他是非常躁動的 那當時我自己看到那個 Soujo的他那個袋子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想說哇這個反應跟平常他遇到的這個狀況 其實差很多 因為不知道剛剛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個袋子當中啊 另外一隻票漢 就是那個狗狗呢 他其實都是一般的走路 他沒有特別的躁動或什麼 那如果狗呢 是遇到一個比較知道靈敏的味道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特別的反應 所以當時呢 在華山分屍案件的時候呢 在這個陳教官呢 我也有訪問過他 他就說呢 他當時就覺得在那個木屋裡面 一定有不尋常的部分 所以在那次之後呢 警方他們知道這個事情 就認為就是發生在這個屋子裡頭 那也因此協助他們破案了這樣子 那在這一回的這個搜救隊的部分呢 當時這個陳欣偉 他就是第一時間有來到 有接到家屬的要求 就是說希望你可以協助他們來 把這個他的弟弟可以找到 所以呢 邱信男子呢 他到底人在哪裡呢 其實這個陳教官呢 他就非常專業 他當時呢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這個袋子裡頭 他就帶著他的這個 他所謂的這個搜救犬 叫做新的 叫做佛翰 因為其實林志玲在今年9月的時候 他過世了 所以他後來又在訓練一隻新的犬隻 他叫做佛翰 他帶著他到了這個山上面 所以呢 他就可以看到所有所有的 這個當時的情況 那剛剛好 我跟你講 就在我們介紹的過程當中 陳欣偉的教官的訪問來了 他來讓我們還原 當時呢 他在搜救的時候 他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幫了哪些事情 我們聽一下他的訪問 這個整個說就因為家屬比較急 所以說會變成家屬在主導 因為你在沒有任何的激政之下 官方他也沒辦法援手作為 他只能家屬要求誰 他就只能配合家屬在做 所以說這個你也沒辦法去怪誰 那整個如果說當時第一時間 以他他是在躲藏 這時候我們找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大家就是隱密起來 開始觀察 就是說喬裝下去 不要一大堆人下去 然後去看看在哪個地方 然後再去整個 就像我上一次追蹤的 我發現說這個人一直在跑給我追 然後我就大家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不要再找 不要再找不是把他放棄掉 是我們要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找 我說你現在他已經累了 他要全部回去睡覺 天亮到那個點去找 天亮去冷就他睡著了 睡在宿下 因為他也是精神狀況出了問題 所以他不是要求救 他是要逃生 狀態不一樣 所以說你要去考慮 就是說我們找著這個人 他的狀態是 登山客他是要求救 你沒看到他看到你 他就會呼叫了 對不對 他這個不是啊 他躲在對岸觀察 你只要你一下西闖 他就看到你 他就躲了 你怎麼找 你再會找也找不到 這是要 就是說你收救的話 你要去看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造成他的這個事情 那你應該用什麼方式 今天收救你去追蹤 我追蹤我發現 因為我剛好有這個經驗 我發現這個狀況不對 因為他既然已經到了上面 他如果正常的話 他會往外面走 他為什麼會退回去 表示他害怕 他怕被人家 而且他是在裡面流竄在躲 躲這邊草莊 躲那邊草莊 那這表示說他是害怕 他不想看到人 那你越喊他越躲 這種狀況就不適合 整個這樣大規模在搜索 好回到現場 我們先來感謝一下網友們 像是AZ剛剛的抖內 謝謝您 那你剛剛詢問說 中天能不能開會員 我們有我們的快點TV App 所以也可以去下載快點TV 那快點TV裡面 就會有一些包含 我們的新聞推播等等 影片都可以在上頭 直接的來觀看 另外我們在YT上面的直播呢 當然它是可以重複回看的 即便當下沒看到 當下錯過了 跟我們的即時互動 還是可以來趕快補課的囉 那也看到很多人在加油 謝謝張偉哲 謝謝小少羅姐 還有 哇 有假裝號帥哥問說 狗狗會不會吃到萊豬啊 大家就在講說 這個萊豬如果人都 就是人們不想吃 最後會流去哪呢 哎 難說 好 再來呢 左聰說狗狗要改名啦 要改什麼名 要改成什麼 你有一些想法是不是 可以告訴我們喔 好 這個Tonic他問的 票汗是不是 就是這個票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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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個標 標 標汗啦 標汗 認錯了是不是 標汗 嗯嗯嗯 標車的標 標車的標 那汗是生汗的汗沒錯嗎 對對對 標汗 我們還原一下這個狗狗的名字 標汗 標是標車的標嗎 極速進標 標速的標好不好 對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YUREN Chan呢 也講說這個教官辛苦了 林志玲辛苦了 我們剛剛講到的林志玲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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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林志玲啦 他是搜救犬 他叫林志玲 就此林志玲 非林志玲 大家可能不知道說 這個林志玲是誰呢 這個林志玲 他其實是一隻搜救犬 他其實有 立下很多的戰功 對 而且因為他是在104年的時候 這個搜救教官呢 他認識到他 那後來他之後就開始訓練他 所以他其實給他的訓練就是氣味追蹤 其實氣味追蹤在於這個搜救當中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狗最靈敏的就是他的鼻子 那就是透過他鼻子來確認說這個需要找的人他人在哪裡 他的方位在哪裡 他的軌跡在哪裡 那才方便說接下來要找之後 他我們可以往哪裡去 會更容易的找到他可能的方位在哪邊 那因為其實山這麼大 怎麼可能就是隨便的地方就是用我們的人徒步去尋找 所以其實在這個陳新緯教官呢 他在這一次找的時候 他被找上 剛剛大家應該有聽到他的訪問 其實他應該是有略皺眉頭 有一點無奈 而且他第一時間呢 我是先來念他的臉書的文章喔 他是先說呢 總算結案了 否則又不知道要浪費多少的社會資源 冤枉了多少正職的人 其實一開始呢 他追蹤到了軌跡 研判這個失蹤者的精神狀態不太穩定 因為他害怕生人 所以他才會到處躲藏 而且如果繼續在搜救他的話 他就會持續越躲越深 所以呢 建議這個家屬呢 就把這個食物留在這個寒洞的附近 或者是這個 他掉下來這個附近的地方 他可能就會直接去找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找到這一名男子了 但是呢 當時他給這個家屬這個建議的時候 家屬沒有辦法接受 他認為說怎麼 為什麼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而且他還質疑說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啊 如果繼續要找的話 他會覺得怎麼辦這樣子 那我幫新倫補充一下 因為這位搜救官呢 他非常的專業而且經驗豐富 剛剛稍早的時候我們講到說呢 他明明經驗豐富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說今天這個失蹤40天 跳崖的男子 他根本就是想要躲人嘛 他就是不想被找到嘛 他故意的嘛 所以這個搜救官 他其實根據他的經驗判斷 他就告訴你說呢 你就是他一定要吃東西啦 不然他也不會去西邊找水喝 找生蝦子西蝦直接剝來吃 就是因為他有求生意志 所以說呢他想活命 但是呢他又不想被找到 好啦你食物就放在那 他自己會處理嘛 可是那個時候 卻是跟家屬之間有起一些爭執 但是我們其實不怪家屬 我們非常能理解家屬當下的心情 是非常的難受的 但是呢也好在這件事情 最後是平安圓滿的落幕 這一件奇案呢 好在最後是 好沒有任何人的犧牲 算是一個非常算緒圓滿的結局了 但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些的 大家可能心裡面小小的不舒服 我想也在最後家屬的 道謝跟道歉之後呢 我想已經化解掉了 但是今天呢 其實我們這邊有準備了一些給西 大家很好奇說呢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好啦剛剛已經很多人 來問我們說 啊你前面擺這個是要幹嘛 對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 其實野外求生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一次的case也好 那其他的case也罷 好你其實有時候呢 你是想要活下去的 可是你真的遇到了意外 那該怎麼辦呢 在這邊其實我們剛剛有 請教過專家也問了消防局 那你如果野外求生 你必須要哪些東西必備 一定要帶在身上的 要帶什麼 我們都知道嘛 要水要乾涼 當然 你出門在外好 你如果去登山 那可能有任何的風險 危險的時候 你必須至少基本配備藥這些 那其實有一個觀念 非常簡單的口訣 叫333 你野地求生333的話 就是你 室溫不可以超過三個小時 對 那你沒水喝不能超過三天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找水喝 對 你一定要讓自己保持不渴 對 那再來就是 三週的時間 食物這件事情 不要讓自己餓到了 就是這個吃的食物 沒錯 那這個東西很特別是因為 這個是消防人員 他們平常算是一個戰備裝備 他們自己會帶著的東西 那大家聽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點像米飯類的那種乾糧 它就是要泡開來的那種 它這個特別是特別在哪裡 當然這個東西不只一個品牌啦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保存石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只要加水進去 甚至冷水也可以泡開 只是你要泡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所以說你真的遇到任何的狀況啦 你就是靠這個 還是能保命的 那剛剛講到說呢 你要先不讓自己動 不要讓自己餓 對 不要讓自己渴 最後是不要讓自己餓 所以它其實可以撐過40天的時間 有很大的關鍵就是 我們看到它那個畫面 其實當下它身上有東西包裹住的 那什麼東西讓你可以 可以即時的來應急用呢 其實我們也有請教了 專業的收訪人員 他們說有一個很陽春的方法啦 你今天如果外套真的穿的不夠多 喔 有一個這個 你有沒有帶輕便雨衣 輕便雨衣拿出來穿 你輕便雨衣拿出來穿 它可以適時的幫自己保暖 就像你有時候穿雨衣 你會覺得喔 好悶喔 老冠欸 外面拿露荷 你會不會覺得濕濕黏黏的不舒服 但是呢這個在保命的時候 你可以來救幾下 如果你真的身上的外套不夠厚 你的毯子 外用毯不夠用的時候呢 再套一個這個 那甚至呢我們這邊拿的塑膠袋 其實可能黑色的更好啦 但是垃圾袋可以做什麼事情 垃圾袋大家可能不知道 跟你講垃圾袋的效果 比輕便雨衣還要更好 你可能想像不到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大家知道這種 雨容衣鋪棉外套的概念 就是你要把空氣保留一層 在你的旁邊它可以保暖 那因為這個塑膠袋 你在套的時候 你這邊弄了一個洞 你可能頭穿過去 可能在手穿過去 這件事情呢 垃圾袋它的寬鬆程度 會比雨衣還要更寬鬆一點 雨衣可能還會稍微有點緊貼 你的身體 你流汗了可能會比較黏比較貼 對那可能不舒服程度差不多啦 但是呢它的保暖程度 可能會好那麼一咪咪 好所以而且呢 我們看垃圾袋 其實你收在包包裡面 我們剛剛拿起來 它是扁扁少少的 所以你如果就是登山 真的要背在身上的話 建議啦 因為一般的 如果你是一般的走步道啦 它可能不太會有意外或危險 但是如果 當然更專業的 它會有更專業的器材啦 但是如果這種 你不像又不下的 不像又不下的 你可以考慮就是包包裡面 隨身背著這些裝備 那當然呢 我們有時候真的遇到意外了 要靠誰 要靠的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這個搜救隊員嘛 那搜救隊員的話呢 其實我們這邊還借來了一個東西 給大家秀一下 等一下喔 我們把它拿出來 它有點重啦 對 它有點重 這個 這個背包喔 大家想說是什麼 這該不會是登山包吧 其實不只是登山包 它裡面還有一個 我跟你講很關鍵的東西 繩索喔 繩索 這個就是平常的消防人員 搜救隊員 他們上山的時候搜救的 那當然如果今天是一個 專業的登山客 他可能也會常備一條繩子 在包包裡面 這繩子可以做什麼用呢 其實他們通常還會背著 可能 例如說開山刀 你要開路 然後可能是一些短的 短的小刀 那可以做什麼呢 在你在需要攀爬的時候 差不多就可以去做一個固定 那你做固定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下降 搜救隊員為什麼特別需要繩索 就是因為像剛剛的case當中 你要找溪流 大概這些人都是往下走 對 往下走去找水源 那往下走找水源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探喔 他們要垂降 大概就是靠這些繩子 那當然他們會打一些 非常專業的結 就可以順利的來做垂降 那當有時候呢 有必要可能刀子啊什麼的 去做運用 你可以更好地固定在牆面上面 好 今天我們大概準備的東西 大概題材 話題就到這邊 那如果有什麼話題 想要更想要進一步的了解的 也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隨時呢 我們還會再加開直播場 到時候呢 請各位進行鎖定囉